我們來看第1 分別寫出四數、六、十跟七數三個數的公因數 那我們試著來寫看看 第一個四數 四數可以寫成1乘以45 可以寫成3乘以15 可以寫成5乘以9 五、九、四十五 6不行、7不行、8不行、9、九、五、四十五 那就回來了 所以我們就知道四數的因數有誰呢 四十五的因數啊 它有 1、3、5、9、15、45 這幾個 接著我們來看60 60的因數有誰呢 60可以寫成1乘以60 可以寫成2乘以30 可以寫成3乘以20 可以寫成4乘以15 可以寫成5乘以12 可以寫成6乘以10 7不行、8不行、9不行 10就是10乘以6 就顛倒了 所以我就知道60的因數有誰 有1、2、3、4、5、6 然後10、12、15 再來20、30、再來60 這麼多個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個75 75它可以寫成1乘以75 可以寫成3乘以25 可以寫成5乘以15 6不行、7不行、8不行、9、10 10、11、12、13、14 一直要到15 所以就變成15乘以5 那其實就顛倒了 所以大概就這幾個 因此我就知道7數的因數有誰 有1、3、5、15、25 跟75 這幾個 好,第1道題目 我們就完成第1小題 第2個要找出45、60跟75 3個數的所有供因數 那我們來看第2小題 它的供因數在哪裡 我們先把45的因數給圈起來 大概是這裡 60的因數給圈起來 75的因數給圈起來 那它共同的有誰 第1個共同的有1 好,1在哪裡 我有1、你有1、他也有1 再來呢 3 我有3 他也有3 你有3 所以第2個就是3 接下來還有沒有 有 5 我有5 你有5 他也有5 所以他也是我們共同的因數 5 然後呢 還有沒有 還有一個 是誰 15 我有15 你有15 他也有15 所以我們還有一個15 還有沒有呢 45不行 9不行 所以 這裡 它的供因數呢 就只有4個 就是 1、3、5 跟15 好,再來第3小題 以這個來表示 45、60跟75的最大供因數 我們講過上個國中 如果我們把2、3個數字 甚至於更多數字 寫在一起 然後用小括號 刮起來 就代表要找它的最大供因數嘛 所以我就知道第3小題 45、60跟75的最大供因數呢 就是15 他供因數裡面最大的這個 就是15 那這一第1題呢 我們就完成了 說明文字幕了解